蓝白河找来前总统马英九见证还是卡关 而破局的关键就在于当初说好是比民调 如果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话就让侯友谊胜出 但是柯文哲不满认为前一天专家会议时 蓝英要他让6%根本是强人所难 而对此朱立伦泽强调 误差范围是每一份民调都不一样的 没有让6%这样的争议 双方没有共识但是也没有破局再重回政党协商 但是下个星期就要登记参选了 柯文哲说五天之内要做正确民调还是可以 是民众党的代表认为说 统计误差应该是指柯文哲主席一直长期以来强调的3% 朱主席告诉我说就是正负3 是正负3还是整体的3% 蓝白河原先18号就要公布正负总统组合 没想到最终还是配对失败 原因就在15号的这项共识 民调在误差范围内让侯友宜胜出 如今成了蓝白河再卡关的关键 让3%可以 但是昨天晚上那个要求的时候叫我们让6% 真的大选的时候赖青的0.001%都不会让 都已经大家弃成这个样子 让6%强人所难 从来没有所谓的让6%或让几% 在抽样统计误差范围之内认为是平手 双方各说各话但没破局 19 20 21 22 23还有5天 5天其实要做正确的民调还是可以的 心中只要有大我 心中只要有人民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蓝白河看似露出树光 但最后一刻终究没达成共识 再重回政党协商 但柯文哲说下回不会重蹈覆辙 我现在是谈你知道党对党嘛 一组人谈我现在是一定不要一个人跟他们谈 因为我现在太容易 太容易说好了好了就被人家逛 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就有带牧鸟 在整个误差范围里面 他还跟他的牧鸟也有共同讨论 好事多谋 蓝白河下一步怎么走 方案还未出炉 但下周就要进行参选登记 时间不等人 据犯留纯为新北昌报导 好事多谈论